你住得这些屋子还不怕电币? 事情是这样的 我就通过朋友去看新红几个屋子 今天太好天了 然后他就觉得这家屋子比太阳日小月小 那电币不是好贵吗? 果然是省家少年 容易自负 稍微看一下 整排屋子 你看今天好好天 我们就看这里 三层高的屋子 间隔三房两套年家庭厅 实用面积2676尺 这样的大屋我们进去看看 对呀 花园的前厅 我的厅很闷 大门 看看是怎样装修了 然后这个就下次很小 这里就是厨房 这边就是工人堂 又有工人翅 最入地就是厨房的位置 整个厨房就中西合一 这边就是央型 这个是早餐桌 这边就是西餐桌 哇 工作桌面很多 这边就是花园 下沉室的花园 720宝石 下沉室的花园 有个草坯 有个死瓶 净骨 好美 这边就不会被哥尔夫球顶住了 由这里 扫上去 整个屋 六个屋 一层 两层 三层 连着天台 超棒 还有这里的屋 2万元一尺 购买到一家屋 2千多千元 5千万多一点 太低了 门可以拖散 好 这里顺住的楼梯 这样走 走过来 就一个家庭厅的位置 这里可以当小朋友读书 或者放个钢琴去弹 这边就是下次 好丁 这边就是第一间睡房 基本上很大好方式 一个角窗按回自己来源 三红基督学员是做得很好 然后另一间就是套房 你进来一定是被前面的角 无敌的可以吸引着 还有一个很长的楼梯 你看 监房也不需要的 又有个弧形的角度 然后这里就是浴室 很漂亮 又用浴浴的 其实这个空间够大 其实可以做浸浴的 我们走出楼梯 感受一下 前面这个海景 这个陈阶 非常漂亮 都是一排过多个小屋 又是一排过的花园 住在这里真的舒服 漂亮 酷 我们再走上去 这里也有另一个平台 这个平台 最好的 跟那边的天台一样高 主人房除了有室内的空间 外 也有自己的室外空间 很大 基本上跟天台一样大 然后这里就是梯间的位置 上去就是天台 不过我们等着就上去 最重要是看一个 主人房 很大 L型 真的很阔 怎么放呢 床放在那边 或者放在这边都可以 应该放在这边会有点 然后那边可以做书桌 然后这边就是主人浴室 主人浴室就很漂亮 整面 很高贵 基本上五件套 豪宅的五件套 很高贵 但是 最漂亮 当然是主人房 外面的露台 看出去的海景 那边就在旁边 如果你说露台 你都可以放两张椅子 坐在那里 躺在那里 然后看 最后上一上 405尺的天台 好大的窗 好漂亮 走上来都 南天八卧 整个感受就是 走楼梯比较深 这边 有个天袋位置 好漂亮 这边就说 两万元一尺都不用 唯一缺点就是 没有电梯 要走楼梯 深度一点 你当每天运动一下 OK的 如果有老人的家庭 就想想 在厅里画监房出来 好了 这边就是车裤 这个车裤也很大 这边打横拍也够了 整间屋就看完 像这个屋里的房子 两万元一尺都不是 是超级大买 新红机品牌 全新楼 至于电费 你们自己想吧 今天的时间就有更多 我是Luz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